由工會促請政府向監務助理和培育員 發放一次過7500元津貼 香港監務助理總工會 上個月至今個月進行調查 收到154份回應 發現監務助理和培育員的工作時數 較去年12月下跌6.7元 當中一半受訪者說家庭已入不夫之 有86人期望政府可以提供財政支援 因為交叉感染 就怕他傳染我們 他又怕我們傳染他 所以互相說交叉感染 就暫停我們的工作 不用我們上去清潔 現在的疫情下 很多店舖又關門 很多工作已經停身 根本不可能找到其他工作做